中文字幕——YK 这个若藤楼在酒家的背后 其实是一座根据日本军部命令设置的卫安所 只不过不是以日本官方名义开办 而是为了掩人耳目 以民间身份进行经营的俱乐部 伊国苗子生于1918年 七岁时便进入街头游囊 后来成为了太平乐的一名昌术 冲绳战役的时候 他已经27岁了 根据2012年他的回忆 太平乐和若藤楼都是日本第32军司令部 将校军官运用的欢乐场 1944年10月10日 在美军的那把空袭中 街头的游郎遭到了彻底摧毁 于是所有的未安抚 都集中到了遇俱乐部中继续服务 在1945年3月23日 美军登陆前的舰炮轰击下全部转移到了第32军首里司令部的地下攻势中 在这里伊波苗子取得了护士资格 作为专门为日本军官提供服务的未安场所 伊波苗子他们必须严守秘密 日本将校军官经常来这里举行酒宴 随便在花天酒地中还把会议给开了 而对于未安抚们来说随着战争的进行 在冲绳也就只有军官们的生意可以做了 其他商人什么的早就失去了利用价值 日本军官与未安抚们待在战壕里 有些还真的产生了感情 个别未安抚成为了日本军官的私人情人 有位名叫完山大佐的日本军官 每天都要到自己的私人未安抚那里进行报道 不管战斗多么激烈 每天一次从不落空 对于日本未安抚们来说 他们是日本军官的私人财产或情人 同时第32军的高级将官对于未安抚来说 就是天皇的代理人 是他们眼中的大军 当日军战败的时候 这些未安妇都被要求自决 牛岛中将冲刑的三名未安妇就在他欺负之前 被逼着自行养断了 一波苗子回忆说 当时他和三名未安妇已经在杯子里放上了毒药 然后彼此面对面坐着 像在家里一样 我们喝了这个杯子里的水 就可以躺在旁边了 拜托苗子用绷带 把我们的躯干擦干净吧 说完三名未安妇端起杯子向他鞠躬 我们先在天河边等着你 我们会来接你的 我们先走了 随后将杯子里的水喝得干干净净 就在边上躺了下来 一波苗子面对三个朝夕相处的女子 就这样在自己身边相继地躺着死去 手忙脚乱地给他们的遗体 进行了最后的清理 自己却再也喝不下事先准备好的那杯毒药 2012年4月 冲绳县政府为了掩盖日本军队的相关队形 将原本设置在第32军地下宫市入口处 关于未安妇和虐杀平民的内容 在介绍台上进行了删除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